接下来我们现在要去网路上重新下载 重新下载 我早上已经做完的成品 不再用你们的 可以了解吗 为了我上课统一的一致性 所以我们就用我上午已经做完的那个成品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一个阶段我都会把它放到网路上去 好 怎么样去下载我的范例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对不对 打开Chrome浏览器 麻烦请输入网址 也就是在网址列 这是网址列这边 请输入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gl斜线 ytzrxt 可以吗 就算早上你完全没有听到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等于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好不好 了不起到时候再去补那一段影片 我早上下午我通通都会有影片就对了 只要你加我的line 你可以问我说我们第一节的影片在哪里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可是我希望接下来每一个过程你都能够做出来 来享受那种大数据分析的那种成就感 好按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财政智慧我们今天课程是财政智慧嘛在最右边财政智慧的最右边不要点错了哦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个产品观摩所以请点这个产品观摩可以哦所以请点这个财政智慧的最右边的产品观摩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不是里面只有一个档案 所以就点不是点中间是直接点左上角这个下载图示你点下载图示才会下载嘛对不对好不要点中间点中间代表什么意思预览这一个档案好可以了解哦好所以点这个地方 这样子就已经下载完这个档案了很快因为这个档案很小可以吗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就麻烦请打开Google网址然后输入go.gr写ypzrxt然后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点选这个2020年1月13号财政智慧 最右边的产品观摩第三件事情就是点左上角这个下载图示然后请进行下载下载完毕之后你一定要配合哦关掉关掉通通关掉可以吗我是因为早上就已经遇到了记忆体不足 那下午那下午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会享受到记忆体不足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哦所以请你们做这三个动作把档案下载下来下载我的成品哦 这样就就跟我一模一样的内容 因为因为我都下载好了接下来我就直接把下载下载下来的档案打开下载下来的档案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第一点选一我真的都会讲一做什么二做什么三做什么你就了不起就抄一档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哦就是这个点它 就是因为我下载下一的档案放在我的电脑的档案总管里面所以一点选这个媒体柜二点选下载三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我刚刚做好东西可以吗好我可以把这个我先删掉好就这一个了一模一样所以它才会后面刮符写一个二 之类的好快速点两下我就可以打开这个档案了 所以快速点两下各位开启档案就是应该各位可以了解稍微等一下 我还是要回答早上真的有同学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他就要开始注册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他右上角没有那个叉叉对吧 所以你就乖乖的在这边 对不对 按照顺序的 因为你没得选 对吧 对 好 请看最下面有一句话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入 就是你假设你已经有了Power BI账户了 你是不是就不想输入这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当你已经有了Power BI账户 所以就直接点它 你现在也只如果你不想注册 但又想使用这一套软体 是不是只能点这一个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这跟欺骗无关 这是他这套软体 他就是希望你第一件事注册 好 我们就点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这一句话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视窗是不是就要点XX 所以点这个XX 再接下来它会出现 出现那个欢迎 诶 现在怎么不出现了 好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我做的事情 反正就是你要先到这个画面 关掉刚刚的那个强迫登入的视窗 好 可以吗 有抄下来 做什么动作 好 我就关闭了 换你们来动手操作 打开我们刚刚下载下一个超市范例 我早上是不是介绍到这个四年的折现图都在这里 这是四年每个月的获利分析 可是你要给老板看这样子的资料报表我觉得不好 为什么呢 太多线条了 同意吧 甚至我现在问你 2015跟2016你都会不好报告 那既然你要报告2016年的同期比较 是不是干脆就把2014-2013年的折现给隐藏起来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去做隐藏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了联动分析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边我设按钮好不好 设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点2015它就出现2015的线 我点2016的按钮 它这边就出现2016的按钮 这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在这里 好 我现在点它 先把这张图先拉到左边一点点 就是调整一下大小 我的按钮了不起就做到这边 对不对 所以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第二件事情 请点交叉分析筛选器 可以吗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请问 我是不是希望让主管去勾选 他要看哪两年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放2013年或2014年或2015年或2016年 对不对 所以请问什么资料是跟年有关系 订单日期对吧 所以第三件事就是勾订单日期 可以吗 第三件事情 没问题 好 接下来 你觉不觉得 你觉不觉得 这个 这个是一个一列 就是从什么范围到什么范围 我觉得这样不好 就好是 就好是用核取方块让主管去列 所以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稍微比较特殊一点 这也是因为我们解析度不够 你看哦 这个的右边 这个的右边 其实有一点点东西 有看到吗 我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个图示的 右边 其实有一点点东西 你有没有看到 好 我只好 我只好先打开这个 跟 跟你们讲 因为我们这边解析度不够 好 所以我们 点它 点这个交点模式 请把订单日期 最右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更多的选项 请改成清单 你知道清单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年一个 一年一个 好 我现在把它回到报表 回到报表 可是我希望是什么 是年这个清单 怎么改 所以请把这个栏位 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这样子的话 你的主管就变成 好 我勾2015 是不是就2015 控制键按住 点2016 你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比较了 这是操作 这是同期比较的操作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告诉你们 是什么事情吗 你不要让主管太多条线条在比 它会太乱掉 对不对 请问这样好不好比 这样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比较了 好 我再动手做一次 我再动手做一次 这个动作有点多 我先把它删掉 这个 怎么删掉这一个视觉效果呢 删掉就好了 好 这边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1 2 请点交叉分析筛选器 3 请勾选订单日期 4 稍微调整一下 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我不要一天一天呈现 我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我直接把它换成日期阶层 5 5是点这一个 点这一个 放大这个报表 好 这叫交点模式 然后接下来在66年的最右边 请把它改成清单 把它改成清单 然后7回到报表 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玩咯 怎么玩 例如说我要比2014年 那你就点一下2014年 Ctrl键按住点2016年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两年表比较了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7个步骤 这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各位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有几个很重要的设定 好 例如说 你觉得这个字很小 你想不想把它放大 当然 还有全选 全选 有时候我只要按一个按钮 全选扭 它就做完了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请问你是在哪里设定 是在栏位设定 还是在格式 还是在分析 在哪里可以设定这件事 格式 1 一定要选到这一个 这一个表 你不要选到这个表 这个表 然后你再点格式 当然是设定折线图 好 所以首先你选择的是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2 点选格式 3 选取控制项 选取控制项 以抗错进行 以抗错进行 以抗错进行多重选取 请关掉 为什么 你的手机或者是平板 没有抗错这个按键 对吧 好 所以请把多重选取要按抗错这个 关掉 所以这是3 第4 全选按钮打开 可以吗 全选按钮打开就是在这边 好了 请问一下 我想把这个字变大一点点 你觉得是交叉分析筛选器标题 还是项目 项目吧 对吧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好项目 第五个动作 请把字项目里面的字稍微变大一点 可以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看 假设我先全选 是不是4条线 很棒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再点一下全选 然后我现在勾选 2016 你看2016是不是出来了 2014 你看2014是不是出来了 不用再加按什么扛破键 这种操作会比较好 所以稍微要知道一下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里面 而是选取项的控制 可以吗 请做以上几个动作 好了 可以吗 我要继续 这格式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 请问一下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有点像剪石头 不要一直在问 你就算现在找不到也不要急 找不到就算了 听得懂吗 大数据分析重点不在格式设定 大数据分析重点在什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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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呢 IMC MMT 对吧 对不对 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STORY 去翻牌讲义 你看我高科能好多次了 第一頁 就這張圖 知道嗎 我寧願多花點時間去教你 分析的策略是什麼 對不對 你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 至於格式設定 你回去再補影片 你一定做得出來 可以嗎 所以希望說你們不要一直問我這個格式 我比較想要教你是這個分析的東西 好 繼續 我們現在要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來去教你什麼叫做台灣雕 請問台灣雕是什麼 知道嗎 知道喔 大哥 學長 你知道台灣雕是什麼意思 不是 太在意那個雕了 那個雕是諧音 就是奧客 知道嗎 我們這家公司有很多客戶 哪些是雕客 聽得懂喔 但是你又不能說別人是雕客 聽得懂喔 所以他就叫台灣雕 雕魚的雕喔 所以剛剛學長才說無國魚 對 可是我們講那個雕是指二客戶 可以嗎 好 我們 那麼多客戶 請問有多少是好客戶 多少是二客戶 重不重要 重要吧 好 因為我要介紹到 大數據分析裡面的 自動分群這件事 好 第一件事情呢 假如我今天我想要分析 我們的這裡有很多很多客戶 所以我現在我就用卡片 卡片 我們到底有多少客戶 就是我開新的一個工作表 取名叫做 取名就叫做好壞客戶分析 客戶分析 客戶分析裡面 那第一件事情 請問我們有多少客戶 所以我用卡片來去呈現 卡片知道是什麼意思喔 就一張像名片的東西 上面就顯示客戶數有多少 就這樣子 這就叫卡片 所以請問你在這個地方 我要放的是什麼 什麼是跟客戶數是有關係的 是不是客戶名稱 就是假設當你今天去算 去算總共有多少客戶 是不是也是算客戶名稱 對不對 可是這個計算 這個計算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要用的是相意 我們不是要用計算 我們不是要用計算次數 計算客戶名稱總共出來多少次 一定是1萬次 因為我們有1萬筆的紀錄 所以客戶名稱就有1萬 可是呢 在這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計算次數 就是相意 相意 所以答案是771個客戶 所以1開啟一張新的工作表 改名叫客戶名稱 對吧 2請點卡片 3請點客戶名稱 4請把這個欄位 因為你現在選擇是文字 文字類別 所以他一定放在欄位這邊 然後請把它改成技術相意 所以我們有幾個客戶 771個客戶 可以嗎 好 來請你們做這四個動作 就把客戶的技術算出來 771個 那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我們要從客戶跟我們公司有往來的商業活動來做分析 對吧 好 所以我這邊我就想說 那這家這個客戶呢 他跟我們有最直接的關係 可能就是從銷售額跟利潤 來去看 這兩個商業行為來去看 來去定義說 他到底是我們的好的客戶 還是不好的客戶 同意嗎 如果你還有更好的想法 你都可以跟我交換 知道嗎 就是當你今天拿到資料 請問你拿到資料 有可能一種情形 你不知道怎麼分析 對不對 你不知道怎麼分析 可是 可是你這個時候一定要去問你的老闆 他知道 他知道 但他不會做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這報表最後是他要看的 他到底要看什麼 你又不懂分析 這時候你就問他說 請問你到底要看什麼 聽得懂我的意思 但是你不用指望他告訴你 一做什麼二做什麼 只有我 只有我會告訴你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因為你一定要問他 不然到時候做出來 一定不是他要的 好 好 所以呢 我在這邊 我就想要去看 銷售跟什麼 利潤 每一個客戶都會有 對這家公司的銷售和利潤 對不對 好 我從銷售跟利潤的關係 我想要知道 到底這個人是好的客戶 還是不好客戶 所以我們直接做回歸就知道了 這是我們經常使用的方法 所以在這邊空白地方點一下 第二 第二我們做的是散步圖 散步圖 散步圖 簡單的說 他要兩個數值資料 就一個文字資料搭配兩個數值資料 也就是說 這邊是數值 這邊是數值 好 所以接下來我的詳細資料 當然是客戶名稱 所以請把客戶名稱打勾 第三件事 客戶名稱 第四件事 我喜歡這個放銷售 所以我要先勾銷售 再來這邊我想要放的是利潤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 那你會說 可不可以顛倒過來 可以 但通常利潤會放在左邊 好 來 利潤打勾 第五個動作是不是點利潤 可以嗎 這一張圖叫散步圖 五個動作 五個動作 但是你現在畫完這張圖 你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好客戶 什麼叫不好客戶 等一下我再解釋 可以喔 五個動作 換你們動手來去做一下 請問一下 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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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們先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去介紹 到底什麼是好客戶 什麼是不好客戶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通常 最簡單的理解 我先增加銷售額 comfortable 所以怎麼樣增加銷售額的平均線呢 這邊 什麼 分析 你知道 這大數據分析裡面 都用乘 加一些輔助線 更加一些区勢性 有聽過 現在加的是什麼 平均線 銷售額平均線 所以点选一点选分期 二点选平均线的加入 这条就是平均线 请问右边代表什么意思 右边代表大的客户 销售额 销售额我们只能说 它是大客户还是小客户 这条线的左边是什么 小客户可以吗 好请问利润 利润我们利润应该用什么 用长束线 长束线 而且我们标的是 Y轴长束线 Y轴在利润 Y轴在Y轴这个地方 所以Y轴长束线点加入 而且加入的值是多少 0 0以上是不是叫有利 0以下是不是叫做没有利润 好 所以 所以在0以上的 这个叫做什么 有利的客户 0以下叫做什么 没有利的客户 可以吗 所以真正没有利的客户 是不是在下面 第三项线跟第四项线 最基本的划分可以了解 请问一下 第三项线是比较差的客户 还是第四项线是最差的客户 哪一个是最差的客户 第四项线 为什么 因为销售额高 利润 那个付的利润也很高 可以吗 我宁愿就是 亏一点点 这叫亏大了 对吧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们先简单这样子 划分 划分成四个客户 四个类型的客户 这叫大的好的客户 这叫小的好客户 就是一般 一般的 因为超市 一般超市 好 那这个叫不好的客户 这叫最不好的客户 那还好 这家公司不好的客户 毕竟占少数 可以吗 好 请你 重点我只是希望说 你加画两条分析线 一条是销售额的平均线 会画吗 会 然后再来一条是 利润的常数 零这个常数线 是Y轴常数线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大概四个步骤就做完了 然后再去看一下 这个 好坏客户的划分 那我们接下来 我还要告诉你 趋势线 趋势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我们要去做管理 怎么管理 我们可以从这家公司 跟所有客户的销售利润 关系来去看到我们该怎么做管理 那也就是请把这条趋势线画出来 这条趋势线怎么画 一样啊 在分析这边 趋势线 加入 请问这条趋势线的意义是什么 这条趋势线的意义 在这条趋势线 趋势线 以上的 这个是什么 是好客户还是坏客户 在这条线以上的是什么 是好客户 在这条线以下的是坏客户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这件事 请问一下这条趋势线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当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利润会越高 对不对 这很相关 就在讲这件事 所以我们公司的法则 就是创造 创造什么 提高销售额 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润 你们说是不是 这家公司的政策 应该这样拟定 对吧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他只会买一样 你要想办法 让他买两样 对不对 因为买一样跟买两样 买两样他利润会更高 同意 好 那请问一下 请问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是很好的客户 对不对 怎么说呢 这个客户他的销售额在这个地方 销售额在80个千以上 他的利润 他的就是整个政策上面 利润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他是不是跑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他是好的客户 对吧 他叫什么名字呢 因为他是最好的客户 所以我们值得知道一下 他的名秽叫徐财 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中秋节 你要送月饼 要送两盒 听得懂 好 不过这是 我不知道私人企业还没有在送月饼 可是至少你知道他是一个好的客户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销售额在这个地方 他应该利润到这边 你看他的差距是不是最大 所以他是最不好的客户 可以吗 请问一下 第二名 好的客户的第二名在哪里 是不是他 不是 他是不好的客户 对不对 因为他在这条趋势线以下 请问一下 他的问题是不是 利润 没有达到预期的利润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二名在哪里呢 第二名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徒利 名字真好 徒利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要区分到底什么是好客户 什么是不好客户 你在这个地方稍微知道一下 这边有条趋势线 那请问你有没有听过拿趋势线来去做管理 有听过这句话吗 我们大家会不会去划趋势线 会吧 那趋势线如何做管理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哦 我今天我要办新产品发表 我就只通知这条趋势线以上的所有人来参加 是不是会达到达到更高的利润提升 这个目的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拿趋势线来做管理的一个代表 有没有听到 请问这条趋势线以下的客户 我要当做是过滤名单 不可以通知 听得懂 万一你只通知这些人 那你就准备关门吧 如果你只通知趋势线以下的这些人 来参加新产品发表 你买一双赔两双 买一双亏一千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买两双亏一千五 有听懂 所以拿趋势线来做管理 就是你已经知道这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 他对我们公司来说 他销售额虽然达到了 但是利润实在太低了 直接都可以把它放弃掉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所以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这就是拿趋势线来做管理的方法 所以这边有一个趋势线 所以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趋势线以上 这叫好的客户 趋势线以上叫做不好的客户 切门动手做趋势线 一样就在分析里面去做趋势线 应该五秒钟就做完了 就是点分析 然后趋势线 加入 他就帮你算出来了 给大家看 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 这张散布图 这张散布图 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我接下来要教你 自动分群 电脑能不能帮我 自动挑选 谁是好客户 谁是不好客户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有一颗广告 就是说 它这边有一堆的 什么水果 我忘记了 反正用电脑挑的 它就帮你挑出来 这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自动挑 你看现在我就是要用电脑自动 帮我们挑好坏客户 你觉得它做得到做不到 可以吧 这都是念资讯 就是资讯工程 早期都是资讯工程 写程式那些人 去做出来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自动分群 而且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有听懂 三个步骤 闭着眼睛应该都做得出来 好 一 一点选 这个点点点就更多 记得住吧 也不用写了 二 选哪一个功能 是不是自动寻找重机 三 点什么 只有三个步骤 三 点什么 大声一点 确定 这么 这么不肯定吗 就是确定啊 才能叫自动分群嘛 对不对 记住 我们分群目的在做什么 对不对 我们分群的目的在做什么 好客户与坏客户的分群 对吧 不要忘记这件事 因为下一件事我要问你 自动分群的效果好 还是不好 有听懂吗 要是自动分群好 只要这个程式写的好 我今天我是小儿科的医师 然后呢 我透过这个自动分群 我就来一百个 看感冒的小朋友 我就可以直接 透过电脑来分析 这几个人是要去做流感 塞紧 其他都不用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太好了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 第三个动作案是什么 确定 记得住吧 等一下哦 你总要让电脑去运算啊 对不对 正在处理中就是电脑他就算 他现在在算什么 分两群分得好不好 分三群分得好不好 分四群分得好不好 依此类推 请问他现在分几群 六群 可以吗 不是五群 也不是七群 是六群 他分了六群 而且他认为这样分出来是最好的分群 请问您觉得他分得好不好 您觉得他现在这种分群分得好不好 哪里不好 我认为他分得已经到完美无瑕了 他已经到完美无瑕了 请问在这个地方 绿色的这一群 青色的这一群是好的客户 还是不好的客户 不好客户 橙色的这黄色 明黄色这一群 是好的客户 还是不好客户 不好的客户 上面这四群呢 是好的客户 是不好的客户 好客户 他都已经完美的做这样的分群 你还说他不好 你告诉我不好在哪里 你不能要求机器 不能要求机器 百分之百 完美无瑕 一丁点的一个客户的错都算错 你听得懂我意思 我们是绝对 请问问卷 差了一个百分比 你就说这是什么烂的理论吗 不是 我们要容许他会有一个算错 可以了解 你说这个 这个是不好客户 但是他离这一边是最近的 他离这边很远 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他用什么方法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 就否定了这个演算法 请问一下 你觉得他现在自动分群 好不好 哪里不好 你再听问一下 红色的你就是这样 红色 红色在这个地方 你说这条线以下还是有一些红色 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 假设他这里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分好客户 还是不好客户 对吧 我有没有告诉他什么是好客户 我训练都没训练 可是他就可以帮我分成这样子 你的老板都不告诉你要做什么 你就去做出来一个东西 他还说你做的东西非常好 那不是太厉害了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个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错误 可以了解吗 你重点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有把这个趋势线考量进去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零底下 零附近 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有上针的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自动分群算是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给他五星评价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如果有很多的事情 如果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因为对他就是不了解 可是先有一个还蛮精确 例如说95%的一个预测 那么新手医生 或者是 或者是我再举一个例子 当脑中风病患进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 你要给予他什么处置 这些都是可以借由一些资讯科学家的努力 来去提供建议 建议 不是说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建议 因为毕竟这会 如果你相信机器 那么 那么 这边会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IRB的问题 就像那个自动驾驶 未来会不会成型 这都需要很多的机器学习 请你们三个动作 还记得吗 来去做自动分群 可是你一定要懂 你做出来到底这个分群 好 还是 不好 我们 刚刚这个自动分群 主要是为了要告诉你 那个 它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这件事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那 如果我想手动分群 你知道 你知道分群 在机器学习里面 我们是属于半间都市机器学习 什么叫半间都市机器学习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分群 是人工可以去控制你要分几群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做好分群了 如何取消分群 因为你现在在点这个点点点是不是就不能分群 所以取消分群的方式在图例这边 图例 把图例关掉 所以刚刚这边图例就是把资料分成六个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想要分两群 如何手动分群 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制动分群 请把这个重集数改成二 然后点什么 确定 可以吗 第四个动作就是点确定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他现在在分什么 我是不知道他在分什么 但是他至少分成两群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边是一群 剩下这边是一群 只是他在分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在分什么 好 关掉 我还是把它改回来 变成分六群 可以吗 好 所以 做分群的方式很简单 手动分群就是 1点选 点点点 2 自动寻找重集 3 设定 你要分几群 4 确定 好 那我觉得最后还是看六群 因为我只要留正确的一个分群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 手动分群看看 分成两群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了解 自动分群它的意义 它真的分过两群 三群 四群 五群 六群 然后他认为说 现在分成六群 是一个资料很好的分群 那有没有分七群 有 他都分过了 分成三群 就是 这一群 词